社会上有很多分散的资金 有了股市就可以将分散的资金 集中起来提高资金利用的效率 大众可以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需要自己参与经营 就能成为他们的股东 实现投资资金成长的目的 看好Pubbly Bank就买Pubbly Bank的股票 您看好Top Glove就买Top Glove的股票 Pubbly Bank或是Top Glove发展得好 我们作为他们的股东 也就能够受益 倒反过来也是一样 这是正解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 很多散户都是冲着 一页报复的目的去炒股的 如果一页不能 那就两页 很多都不是去投资的 一没有知识 二没有团队 三没有内幕消息 四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 就靠看图 看蜡烛 看几条线和大家都知道的公开消息 就想赚钱 那肯定就是碰晕气了 所有的炒股都是暂时的 所有的混乱都是一个过程 随着市场的标准 人们认知的提高 股票也会回归到它的本质 散户们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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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ention 警察之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